这几天,因为内部里斯公开的纪录片 而收到了很多华语圈网友们的私信表示 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 首先这个纪录片的韩文名称是 分别介绍了四个自以为是神 对信徒们做出伤天害理 亲收不如是亲的教主们 因为有关他们的恶心 内部里斯纪录片记录得非常详细 而且华语圈媒体报道的相关内容也非常多 所以对于他们非常恶心的行为 以及录音证据等等的内容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今天只是针对在韩国反应比较大的 JMS教主Cheng Myung-se 阿基东山教主Kim Yusun的内容 给大家简单整理一下后 一起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以及内部里斯里没有提到的惊悚的真相 首先JMS教主Cheng Myung-se 对上百名年轻女性徒下了毒手来填满自己的欲望 并且以宗教之名持续洗脑她们 而早在2008年 Cheng Myung-se就已经被韩国大法院 判了十年的有期突刑 但是在2018年出狱后 她因为继续反复一样的恶心 目前又以同样的嫌疑正在进行官司中 而根据媒体报道 在内部里斯这个纪录片播放之前 曾遭到JMS强烈的抗议 并向法院申请了禁止播放处分 但是被韩国法院给拨回了 然后现在还是坚信JMS的人就认为 内部里斯的纪录片故意抹黑 内容偏向一边 Cheng Myung-se之前服刑是冤枉的 现在也是非常冤枉 内容偏向一边 在这里让人惊悚的真相是 3月7号 该纪录片的制作人出演一个广播节目后表示 纪录片本来是要在MBC电台播放 但是怕MBC会遭到JMS方集中攻击 所以才会以100%内部里斯投资而进行的 制作该纪录片的这两年 持续遭到威胁以及跟踪的制作人 接着表示 我做制作人15年 第一次在车里准备了 护身用个铁棒跟电击棒 接着主持人问了制作人 请明此对你训途下的毒手 需要这么具体的告诉观众们吗 制作人表示 他们都是某一家的女儿 也是我们大家的女儿 都是真正遭到的事情 甚至这只是提到了 实际情况的十分之一左右而已 十分之一左右都已经是这种程度的话 在节目播放后 有很多受害者们联络我说 为什么没有提到那些事情 而感到遗憾了 表示受害者们真的是收到了超乎想象的事情 而这程度是有多严重的话 我们制作组的人去拍摄回来的话 因为精神上收到的打击太大 所以都会病倒一个礼拜左右 他们真正遭到的事情 跟纪录片里的内容是无法比较的 真的非常严重 非常变态 然后刚才有提到过 琼明瑟在2008年被判了10年有期突袭 2018年带着电子绞扣出狱了 而根据受害者与媒体的采访内容 琼明瑟将电子绞扣比喻为十字架 说自己跟主耶稣一样 是为了大家牺牲自己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 一直都让我很震惊 结果这才是十分之一的程度 18太惊悚了 怎么能有这样的家伙 相信那里的人 看了这影片后也没什么感想吗 18在出狱后又有了100多名的受害者 早就该严厉惩罚了 法律真他妈的 真的下地狱吧 比勒斯还肮脏的家伙 剪辑的时候应该很想吐了吧 那边的人都被洗脑了 只是在说很冤枉 是宗教镇压 都是谎言 但是问他们什么地方冤枉 什么是谎言的话 就无法回答 只是继续说很冤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阿基董三教主 他是韩国知名唱片公司 新纳拉雷克特的创立人 如果是入行饭圈很久 或者是常常买专辑的人 应该会很熟悉这个名字的 总之他让信徒们与家人们断绝关系 并且对异性不可以有预念 然后压迫他们早上在农场 晚上在工厂工作 还绝对不可以看电视 看报纸等外部媒体 就这样挺凭损用压迫信徒们获得的收益 在1982年设立了新纳拉雷克特 而因为资金都是使用压迫信徒们的劳动力 获得的收益来充当 所以他们就能够用 相对比较便宜的价格销售专辑 快速占领了当时韩国的唱片市场 然后如果有信徒不顺从自己 就会让其他信徒们围殴致 而在这里最让人愤怒的是 当时他被逮捕之后 因为证据不足 犯罪没有成立 只是因投税贪污 暴力等嫌疑 判了4年有期徒刑56亿罚款 但是他以现金缴大了罚款后 变成自由置身 继续经营着新纳拉雷克特 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 受害者们却得不到一个公道 其实因为新纳拉唱片市场非常出名 所以韩国一二代的粉丝们 大部分都知道 也都会抵制 只是来到三四代之后 知道的人也变得非常少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新纳拉雷克特还在吗 十多年前那件事情后就开始抵制了 现在没有在追星 所以没注意到 真的是情愁不如的家伙们 粉丝们拜托绝对不要消费新纳拉雷克特 我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很久之前就开始不在新纳拉买专辑了 我真是傻瓜 一直都不知道新纳拉是那种地方 就是因为这样 我家粉丝团抵制新纳拉雷克特已经很久了 我不犯爱豆们 但是从几年前就知道了新纳拉雷克特 现在知道也不晚 希望不要再消费了 相信已经看了这个纪录片的观众们 内心都是受到冲击跟愤怒的 希望这些公开以及没公开的受害者们 都能慢慢摆脱心里的阴影 最后就是还没有看准备要看的人 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 真的能气死人的 而且看完后心情就会变得很不好 真的要注意 所以对于GMS教主程明策 听一顺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GMS教主程明策 对于GMS教主程明策 我来自购圈的大家 再次看完后心情的